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講這個 聰明我最聰明 我們每次都做一下 這個陳百祥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說什麼 現在人家說他破產界QL 破產界而已 幸好不是增產界 如果不是 梅桃明壓出來 這個破產界QL 你看到網上 很多不同的資訊 有些說他破了兩次 有些說他破了四次 你看到 如果你知道官方說了兩次 你會發現四次了 那是不是有兩次 我不知道又破了呢 厲害了 但是說到資產虧了多少呢 說25億 你們這些傢伙最喜歡聽這些 Aleggor中三次 你們有沒有歡呼呢 破產呢 你們有沒有歡呼呢 其實都不需要歡呼 因為說真的 對這些人來說 破產只不過是財技的一種 對吧 但是有人說到這麼誇張 說四年可以虧到25億 又說他徹底崩潰 又說問朋友借錢 又說急受豪宅 有什麼救命錢 那究竟是什麼來龍去脈呢 那我們就要找 熊飛龍先生 在娛樂圈都叫做有些人認識的 可能知道一些事情都未定 交個波給他 讓他跟大家研究一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Alegg 又是說Alegg 因為近來網上說Alegg 好像多次破產 身家還敗了 究竟背後發生什麼事呢 有沒有另有內情呢 因為還傳Alegg 要緊急拋售豪宅 換救命錢 真是這麼大件事 今天就分析一下吧 老實說Alegg 做生意失敗的紀錄 發生了很多次 第一次來說 很早 那時候是1972年 那時候他還剛脫離 去跟Alegg 他們初期組合了一隊樂隊 叫Losa 那時候有他 有Alegg的弟弟 有彭建新 譚明倫等等 那時候是1969年的 這個組合 玩玩玩玩之後 沒有再玩 因為他走去做生意 1972年 跟中東那邊做生意 那段時間 他就脫離樂隊 之後譚明倫 才有Winner Winner的出現 Winner 後來是中等圖代替Alegg 當年Alegg 花了三年時間 已經搞了幾間製衣廠 當時除了他 最高峰的時候 身家還過千萬 名車都有五架 但有可能有些事情發展得太急 後來生意 一轉直落 搞到當時25歲的Alegg 就要問他朋友 好朋友 譚明倫 三萬元 那時候三萬元很厲害 其實譚明倫那一剎 那三萬元來做什麼 打算買樓 即是首期 但當時Alegg 就要趕著去破產管理局 搞破產 就需要他這三萬元 Alegg 真的夠義氣 二話不說 就立即借給Alegg 當時譚明倫還很擔心 當時譚明倫還很擔心 你是不是真的有錢還 因為你知道 通常那些人都是 問人借完錢 就還不到錢 那次他也算有義氣 很快就還得回一些錢 聽說Alegg的製衣廠 數百萬件 看到那些衣服還沒有賣出 有沒有那麼誇張 百萬件 有沒有那麼多 幾萬 我不知道 看到報道是這麼說的 那些衣服當時就跑到中東去賣 還有那些衣服去賣給海盜 賣了幾年才把那些全貨賣完 當時當然是用很便宜的價錢賣給他們 算是去走運 還能賣出 另一次 現在Alegg金錢上的危機是什麼呢 就是在2000年初的時候 跟成龍、曾志偉、譚美麟、梅艷芳集資 成千萬 搞東方魅力公司 公司還一度上市 當時還聽說 他還找到不少有錢人過來再集資 開頭是挺好的 Alegg曾經說過 當時有集資的朋友都沒有蝕過錢 不過最後有可能最虧得最金就是他自己 因為有可能都是最後一些投資地失敗 那次傳聞他 就輸掉了整副身家 搞到他第二次申請破產 這家公司當時 最近市值那一剎那 成25億 是的 25億 後來破產 所以很多人說他太厲害了 短短四年就可以敗光那25億 其實當年東方魅力是做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瞬間這樣輸錢呢 最初東方魅力 想著他就弄一個平台 主要是網路為主的 因為那時 2000年初未很流行炒科技股 我還記得那時因為沒有Facebook YouTube 很多時候的歌手 各有各自己搞一個平台出來發布一些歌 發布消息 或者出MV 出訪問 或者搞歌迷會 搞聚會 從中就想在這些網絡裡面 再一些廣告收入賺錢 但可惜當時的廣告收入就不像 預期之中那麼多 後來轉型就以實體為重 重心去了搞唱片 搞出版等等事務 當時東方魅力集團很有雄心壯志 除了覺得可以搞唱片之外 還希望當年 短期內可以 好像韓國娛樂圈一樣 走的方向一樣 那麼蓬勃 當時他們的唱片部還說要強國際化 因應韓風潮流 所以當時聽說不只是香港藝人 他們是有幫韓國當時的人氣偶像出碟 幫韓國 例如有一個叫金言正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當時有幫他做製作 或者一些宣傳上的東西 當時東方魅力不只幫韓星 也有幫成龍大哥出碟 還說計劃做很多新人 EKISS也是當時東方魅力 其中一個孔的組合 他們有搞出版 例如幫一些藝人出寫真 我記得當年有幫過鍾麗提 也很大手筆 又去泰國拍攝 又找日本頂尖攝影師過來 當時還說全球同步發售 他們主要未來的事業 以為藝人為核心 當時阿叻說他們搞這間公司 要集中當時香港最強的藝人 在一間公司裏面 這樣集中還不可以發展? 因為他們最終還想 借這間公司打回大陸市場 因為集合這麼多 厲害的藝人在同一間公司 再打回大陸這麼大的市場 一定會打到 當時他們的理念就是這樣做 當年還想搞一些網絡遊戲 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當時你真的覺得前途很美滿 你也明白同時間為何花錢這麼多 最終有可能當時科技股爆破 最後也是賣盤收場 很厲害的 也不止是那一宗 還曾經捲入內地 中國神州 四億人民幣 當時說的非法集資案裏 但最後阿叻說 其實他自己也是受害人 那次又損失四千萬 在2008年當時金融風暴 阿叻那年又出事 那年還要找他的好朋友 曾志偉過來幫忙 還要拿曾志偉當時定期存款借給他 聽說數目高達 是八位至九位數字 九位就是一億 所以阿叻說 但他用了兩個星期就還清回了 所以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這麼快可以還清 發財還是採取是採取的 這我不知道 這個人都不知道 那些算是… 那些很…幸好 一時又有譚明靈幫忙 一時又有志偉哥幫忙 幫他還錢 所以看到阿叻很多時都在大堂做主持 有時都做著做著 說以後都不想做了 了一年又改了口風 因為沒有辦法 他欠曾志偉一個很大人情 八位、九位的錢借給他 借一億 真是誰願意 不是老友都不會這樣做 整個身家 曾志偉這個人情有段時間都還不完 除非曾志偉有一天不在大堂當總經理 他可能真的可以退休了 所以我都覺得這些性格是不是一個賭徒性格呢 每次大起大落 他的老婆旁邊真的可以忍受得到 但有時候很有趣 又說他的財政是老婆的 手押了 但是每次又虧這麼多錢 財政怎麼每次問老婆在這裡拿出來 我今天要拿幾千萬出來投資什麼 每次老婆都這麼順滑給他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搞 所以網上那一天 我經歷了四次破產 但是我不知道 我數來數 數不到四次 但是很多報紙都是這麼說 不只是內地報紙 香港報紙都是說 經歷了四次破產 有沒有人可以 幫我數到哪四次呢 我數到 兩次左右 還有一些 近似 周算不寧的事件 還是那些周算不寧事件 都算破產 很厲害 如果一個人可以破產四次 這些是不是香港紀錄來的 當然啦 很多時候人生那麼多 起起跌得 有幸他旁邊的老婆王恆壽支持他 令他很多次 成功在谷底反彈 他還經常稱讚他老婆王恆壽 非常之旺夫 所以他才可以經常贏馬 很多時候 買馬都要經過王恆壽看 王恆壽不用有什麼技術 因為他的八字旺他就可以了 所以他很多次 中過三T 又中四重彩 很多時候又這樣又大翻身 當然那些三T 四重彩怎麼中呢 就不會告訴別人的 因為告訴別人就分薄了 這個就是一個秘訣 當然啦 我覺得他輸了的時候 那些又不告訴別人的 只是說贏了那些 還有你又不知道 四重彩 三T 怎麼穿 有人穿到有一條中 但你又不知道他扔多少成本去買這些 也不知道是 之前輸了多少次才贏回這些錢 雖然阿Ned 很多次破產之後 又變過億身家 還有他老婆經常相伴 不離不棄 好像外面人覺得很羨慕 但是人生總是沒有 給滿 他唯一一種不足就是 始終沒有子女 因為他們都很坦白說過 例如王恆壽早年拍劇的時候 試過有一天突然感覺 腹部痛 後來他看醫生的時候 發現了幻想 腹膜炎 但因為治療太遲 而且當時沒有怎樣去休養 導致酸卵管和子宮受到感染 當時王恆壽還要停工三個月 三個月接受治療 還要接受了三次手術 才慢慢 康復 但換來的結果就是醫生告訴我 終身就不可以再懷孕 王恆壽時候也有分享這件事 接受手術期間也許多謝 她丈夫陳百祥在身邊治療 即使知道 她已經無法再懷孕的話 依然內心安慰她 其實對她老婆是一個無比關懷的人 Anette 亦沒有因為這樣嫌棄的太坦 反而很坦然 說出不孕的事實 還經常在節目中自嘲 說過很多次 所有人都知道她絕主絕孫 不過她說即使之後 大家都沒有兒母女 都沒有算他們兩人感情 真是 她們都可以 那麼多年都繼續 那麼恩愛 真是很難得 Anette 和王恆壽 好像是79年結婚 不知不覺也有 43、44年那麼多年 真是厲害 很快還要是今期紀念 網上說Anette 急受豪宅套現 真是不知道 找來找去找不到有這樣的消息 傳就這樣傳 只是找到Anette 兩三年前左右 當時就 被人說她的單位有潛建 當時她有一個單位就有一串 一個雙年單位 兩個單位簽在一起 在潛建部分其實是一個平台 你可以當一個開放式的 花園 但Anette 將她圍封了 變成一間玻璃屋 立即變成室內的面積 倍增4000呎 原本單位只不過是2000呎 這樣弄一弄變成4000呎那麼誇張 其實本身2008年的時候已經向Anette發出清冊 但直到2017年 才把單位釘契 這麼嚴重釘契 2021年9月的時候還在屋宇署發出兩個清冊 其中一個已經被遵守了 但在最新的紀錄 當時還有兩個單位是未清冊未遵守的 涉及大約有七項潛建的未還原 包括地面花園 多個玻璃的 塔頂物件 外場裡面加了一些木板 有潛建物 有些自行殺 除那些露台矮場 用玻璃場來代替 那麼當時 反駁的 那個單位只不過 是裝修而已 一直都在裝修 還沒裝修完 那些不是潛建物來的 他說那些是移動得的 我不知道怎麼移動得 隨時移動得 他說等於家庭的家具 但是有可能那些比較大件 就像玻璃場大件 所以你覺得那裡好像是牆場 但是那些物件 他覺得是傢俬的一部分 問過小朋友也有人覺得 會不會 打橫來說 不過他說他自己也有說這些是灰色地帶 看你怎麼看 但是如果灰色地帶 為什麼政府不停 發清策令呢 如果你是灰色地帶 政府應該不會發清策令 還要發了那麼多次 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那些報紙還在傳 說出售豪宅套演急去出售 釘了契 釘了契怎麼出售 知不知道什麼叫釘契 釘了契是很難出售的 雖然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真的很難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釘契 或者在這裡小小解釋一下 釘了契就是隱藏一些風險 通常有什麼時候會被人釘契呢 就是物業業主拖欠債務 觸犯一些法律 又從來未處理好 最後 搞成釘契 例如好像 阿叻這樣 人家叫他清拆 在這裡不清拆 還沒被人釘契 這次他就不聽清拆力 其他的釘契有時候 例如你不交管理費 有政府的費用 遲遲不還 包括差響 地租都可以釘你契 或者違反大廈的工契 例如不讓你養動物你去養 你去 住宅的物業 變商易動圖 或者擅自分租 這些都會被釘契 釘契後有什麼分別呢 釘契樓通常都會便宜 如果你真的要賣的話 一定會比市價低一點 那就要視乎 釘契的原因 或者阿叻本身不自助 想著這層樓去住 住到過生為止 所以就不怕釘契 最重要是生前 享用更大的面積 每個看法不同 因為他沒有子女 自己住 死了之後也沒有說 這些遺產要分給誰 所以如果你售罵釘契樓 一定是比市價低 低多少成就要看情況而定 因為越難處理釘契的原因 就越推薦一層樓越低價 其次釘契樓有什麼 其次釘契樓有什麼問題 就會影響按揭的乘數 例如想賣樓的話 銀行不會那麼容易批出按揭 就算買家購入物業之後 都需要付法律上的責任 你聽到以上的東西那麼麻煩 一聽到一塌你未知之數的東西 自然就會影響別人不想購買 鈴行樓 所以 除非 錢跌到零 才要急需套現 但看情況 近來就應該不是 所以說他這樣的傳聞 又要賣樓套現 又怕是否再一次破產 這件事就應該不是真的 好了今天的娛樂新聞就趕到這裡 遲之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